每一场都是坐在场中 我相信以后的在院会的这个质询 铁定某种程度将一话回答 可能也请黄世民上来一下 可是据我们很确切 很赤面 虽然很赤面但是很确切 得到马英九这边的意思 就是之前媒体有报导说 马英九非但没有要换黄世民 他还斥责过党边林洪录说 你们不要再叫他下台来了 你们不要再立法院再对他开炮了 是这样子去巩固一个 现在已经泄密 已经非法监听 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 被被检在调查中的一个检查中长 那泄密至少你马英九是刚刚命运够的问题 你该不会是说我是一个准 这个潜在性被告 然后我自己设法了 然后我为了要护我自己 我们是命运够农地 我一护就护两个 这样谁能够接受呢 所以监听已经在台湾翻译成 这个一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是无政府状态 禁认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我们看到美国 自从史诺敦事件开始 到现在虽然已经四个月了 可是欧巴马还是有考虑 在明年的时候 连国家安全局的政府局长全部换掉 就是要整顿监听在他们美国的 加上社会的一个泛滥也好 或者失控也好 我们台湾竟然 非但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个 整顿的一个宣誓 反而还竞认于 自己下面的部会首长 跟自己本身 是可以纵容这样的一些事情 跟违法监听的首长 继续留在我们官位上 你不觉得非常可恥可恨吗 来来来 起码是有内幕消息 你说这个资料 这么详细 流出来 你说是法国部下出来了 你在讲连政署 要么就是特征主 是有内幕消息 我们就更奇怪是什么 马总统这样 这么严重 国安的这个问题 至少他如果说法国部出来 或者是国情侦单位之间的互动 你也要关心 怎么奇怪 王金平的时候 那种精神 现在怎么不见了 第二个 你至少站出来 说我要查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已经查过了 九个人没问题 你至少要从来停 也不停 也不查 这太奇怪了吧 你看这件事情 从头到现在 法国部都不讲半句话 都不敢讲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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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这个报道的内容 这个不实实等等 这个不能法国部 到现在连 讲都不敢讲 我的了解 其实法国部当时 是要做一些解释 他要解释的目的是说 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这个资料滥用 譬如说什么什么 这些事情 这些资料我们都是完全销毁的 像这些我们都没说的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当然 在这个解释的过程里头 某种程度来讲 释放这种讯息 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动机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今天设想 一个情况 假设 我说假如 那黄世民 因为他常常拿监听语文 给总统看 告诉总统说 这个哪一个首长怎么样 哪一个首长怎么样 比如说 这个内政部长怎么样 警政书长怎么样 其他情志所长怎么样 这些资料拿给总统看看 假如有这种情况发生 谁敢叫黄世民下台 谁敢叫黄世民下台 那他是不是要都知道 你要万一把他砍掉 黄世民跟你切割 他对外再继续 对外放话 那这些情志所长 那台湾的情志所长 不是全部都被斩首 全部都砍掉吗 对不对 那其实周刊的报导在讲 我的了解 当然不是王庄署长 他讲的是其他的情志所长 那一中二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连政署 监听所谓的这个贪图案的时候 去意外听到 有一段的引号 那是监听艺文的引号 对 所以他是当时法务部的人 所泄露的这个讯息 是引述相关的录音的一个谈话 所以他们没有销毁 对 那所以他 我想是这样 因为你通报法 通讯法当局检讨的规定 是包括说你原来的艺文 跟你所衍生的这个讯息跟资讯 那些讯息资料是不能外信 所以你不能说你听到什么事情 你即便说议文没有给新闻媒体看 但是你还是知道说这来到东西卖什么 你去对外去泄露相关的议文 这个还是三年以下再有几图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问题在可怕的时候 为什么高层一开始就定调说 黄世民不用下台 我的判断 应该是在这个 包括说黄世民担任总统长的一个任期内 特征组 原来是侦办刑案不法 然后又转到侦办行政不法 是不是提供多少资料给马总统 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造成说秦治首长到现在人人自伪 那没有人敢去告一周刊啊 没有人敢去告他 你要过去啊 讲到说什么样的话 这首长为了自清 一定去把一周刊告到底啊 对不对 我还是要回头讲说 那一周刊其实他作为一个媒体 他本来这个在公共利益的原则下 他本来大概穷尽所能去揭闭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 那你法务部为什么把这些资料提供给 一周刊 这个才是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是可怕的一个地方 请抱歉 这位你一直在讲法务部 法务部下面有几个单位嘛 法务部 特征组 联政组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检查机关 这个都法务部下面所属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情治首长 涉及到这些相关的这个情色事件 这件事从来没有被否认 你看今天这样一句话讲什么 市政不明确哦 他只是说市政份 他没有否认说有这件事情 大概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我坦白来讲 王署长的部分 这样一句话都知道啦 他怎么会不知道 对不对 他这样一句话当然都知道啊 就我们了解 这样一句话都知道 马总统都知道啊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 不是说三四个月前王署长的 这个其实他们两位啊 两位先生其实都早就知情嘛 这个继国动作等一下还可以讲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知道嘛 但是呢 我认为说 马总统跟江越党 你假如认真要去查这件事情 所谓的怎么会市政不明确呢 你就去问国民党那一位委员嘛 对不对 那那一位检举人是跟国民党那一位委员去检举啊 你就把那一位委员叫到来 对不对 然后检举人你要找来 大家讲清楚 你讲的是美党那一位委员嘛 国民党那一位委员你也很熟啦 所以这个你真的要查 你不是说啊这个看看就好 自己人就东西去放抽屉 假如是王院长 这个好 这个行政部法 我不管这个监听议文 我就公开哒啦啦念监听议文 这个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台湾怎么会变成 会变成这样 对不对 当然 秦治所长这些资料都泄露给媒体 然后也不讲清楚这个才可怕 那你其他这些秦治所长 人人自为的一个情况之下 秦治所长 包括警政署也好 包括这个调查局也好 这些都是在搞监听的 被搞监听的人被监听 我们的法务部长说啊这个这个不严重啊 这个习惯就好啦 没有违法啦 讲这些 我坦白讲这个国家真的是完蛋 对 这个国家真的是完蛋 真是莫名其妙 其实哦 大家都在猜说 到底是哪一个秦治所长 会不会真的马总统跟江宇花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我们还是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运会有带来我们大家看见到 这个秦治所长都跳出来了 大家都说都不是我 那到底召集的首长是谁啊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警政署首长王卓军啊 他甚至呢 讲话讲得很重啊 还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下台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同事 20年的这个好友的肖佳琪啊 也跳出来帮他讲话 说啊 其实王卓军下班的时候啊 都筋疲力尽了 20年来都是这样子 像个啪啪熊一样 他哪来力气做那种事呢 好那其他人呢 我们就来看 包括了国安局局长 军行局长 宪职部的这个中将 还有这个总政战局的这个中将 大家都说绝无此事啊 那调查局长王卓林更讲了 他说我平常深居检 出以局为家 绝无此事啊 还有官员跳出来帮局长讲话 说啊局长住台中 他放假就回台中了 很单纯的 然后前调查局长这个张继平呢 也没讲说我从早到晚 随后都跟进跟出的 不可能也不会是我 那还有新署长王金旺 更讲了 我年纪都不小了 不可能做这种事了 然后移民署长这个 谢立功说 我的生活很规律啊 绝对不会是我啊 不过李宏其实今天 这个印象就看着这种编辑 有跳出来讲 他说什么 因为大家都怀疑说 你们之前是不是 曾经把这个新闻压下来 没有发 是不是受到压力 他说我没受到压力 我是因为还查证不够 我查证足够之后 我才把它登出来的 可见了他多么凶有成竹 却也有其人嘛 那如果这样子 印象就看着查得出来了 那你总统我有这么大的权力 随时便宜很轻易 就可以把它查出来 为什么不查呢 自己人就不查 因为自己人 当然要掩护自己人 我常常讲 在国民党的一个 政治文化里头 就是有关系 它就会没关系 那没关系 就会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一次所扯到的 这个所谓的秦智智首长 搞不好不止一个 但是呢 因为他们都是 尖上之人 都是 都是马英九的人 所以呢 你当然 掩护你的一切 即便你犯再大的错误 我就是掩护到底嘛 好 这个就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 这就是分远近亲疏嘛 哦 那是我的人 犯再大的错误 我会掩护 不是我的人 你一点点的 这种所谓的灰尘啊 我眼睛都容不下 好 所以 我想想一周刊 提报了这个讯息 大家 很多人都认为 这可能是跟情智系统的 这个所谓的内斗有关 没错 每一次啊 到了这些 像军警情治 或者是这些特殊的 这些系统啊 他们大概每年 有一个固定的 每年有一次到两次的 这种固定人事调整的 这样子的一个期间 包括检察官 司法院系统 也是如此 那每一次到 类似的这种 所谓的人事调整的 调整期间 媒体 或者是我们这些媒体人 常常会听到朋友 来给你转来 一些爆料的资料 你知道吗 男人啊 最怕自己被人家说 这个人没好 雄风不震 对不对 不举不震 今天我看到了一幕 是每个男人 这些男人 这些有权利的男人 每个人都说我不行 我啪啪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不是 我也反常理 我也反常理嘛 对不对 我倒觉得就是说 我比较难过的事 你知道在国外 其实一些涉及这种 那种所谓的情色事件 你会发现 天哪 你知道连以前英国 有个首相 他其实是眼睛不太清楚的 但是后来才爆发出来 他说他有外遇 他有女朋友的 那在英国传为一家话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男人有需求 男人有能力 这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都需要到公开场合 每个人都讲我自己啪啪熊 那他老婆不能难过了吗 而且每个情节理事长 都说身体不好 对国家不好 是啊 我就想说 这些人该换掉了嘛 你身体不行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变成 没有欲望的人 怎么跟我们 自立下了解的状况 真的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不过我们话再讲回来 我们要来谈谈到马英九 我刚刚说马英九 这个人的性格 是很传 就是很那种 中国封建式的那种 政治思想 李世英博士说 他那个DNA 其实跟蒋介石 是没什么两样的 是他脑袋里头的 那种政治思想 跟蒋介石 没什么两样的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他用人也是如此 我刚刚说过 他分远近亲书 所以这一次 这个有情侦首长 被媒体影射 没有一个人敢告 因为每个人都说 那不是我 所以这个政府是 拓面自干 没有人愿意说 我为了 怎么可以说 我这个男人 没能力 啪啪啪雄 我就告你 对不对 叫一周刊拿出证据嘛 到底是谁给你的 这种讯息嘛 就没有 会很奇怪嘛 刚刚齐迈 讲说房屋不来的 都几个单位而已嘛 查一查嘛 所以都知道 我认为其实 我昨天就讲嘛 马英九的办公室里头 每天早上 那个 那些报告 我告诉你 各种肥短流畅啊 八卦啊 情色事件啊 我相信在上面都有一本啊 你说马英九会不清楚嘛 那这些人的污点那么多 你可以看出来 经常就是互相告来告去 经常互相在媒体上去爆料 那到底处理或不处理 就看这个有权力的人 要不要处理而已 对不对 你想想看 黄世敏 延续刚刚光琴所说的话 你看 九月六号 九月政争 走到今天 将一话上台了 在立法院上台了 没有道歉 没有道歉 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 还很批 民进党 你们不让将一话上台 是违法违宪 而且走到今天 你看哦 黄世敏 马英九是保到底的 对 我说刚刚光琴所讲的 那个事情啊 你看 在马王十月十号 握了六四手之后 其实林洪池等人啊 在媒体上还是讲 呼吁黄世敏 要之所进退 包括党边的林洪池 结果 没错 刚刚东京讲 后来我们就听说 马英九亲事打电话给林洪池啊 就叫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要黄世敏下台 你不要以后 不要再讲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